1917是使用了一鏡到底的手法來拍攝 並用移動的攝影機鏡頭 而達到一次性拍攝的效果 這部電影你看了嗎? 電影故事主要講述兩位年輕的英國士兵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 分別是Black和Scotfield 因戰利電話被撤斷 所以將軍命令他們要傳達重要的情報 要求中斷明天進攻計劃的信件 轉交給德民軍軍團 而阻止他們含入德軍的圈套 聽起來這個任務是非常簡單 對於觀眾來說就是將信件轉交給德民軍軍團就得了 但對於他們來說就是等於去送死 他們一定要穿越戰場的領域 才可以將信件轉交給德民軍軍團 Black一旦收到這個任務就立即出發 因為信件可以救1600條人命 也包括他壓過在內 一個非常擅長地圖的 他想盡快結束這場戰爭 並回家和家人一起享用美食 就算遇到有幾危險的事情 也要完成這個任務 雖然這部電影並沒有什麼戰爭的場面 都令人看得超緊張 又刺激 最加上一鏡到底的拍攝 令這部電影看得非常真實 感覺上我好像拿著攝影機拍攝他們 難道他們真是一鏡到底 並沒有休息的時間 現實的區地是有休息的 雖然這部電影可以展現出一鏡到底的畫面 一般人是發覺不到哪一部分是被印藏剪接過的 因為他們都是利用黑暗畫面 快速鏡頭或者模糊的畫面 來透過印藏剪接的手法來呈現 但有些細節出錯都有可能導致需要重頭拍攝的麻煩 所以他們一定要將每一個場景、物件、人物走位、攝影機的移動以及公園都配合得天衣無縫 攝影之前都要由頭排練很多次 就好像演出舞台劇一樣 如果細節有明顯差錯就需要花很多時間重新再拍 以上都是他們可以控制的範圍 唯一一個他們怎樣控制都控制不到的長時間光線變化 整部電影是順著故事拍攝 所以他們要等到太陽躲在烏雲後面才可以拍攝 在等待的時間會拿來排練或者坐著等太陽躲在烏雲後面 基本上整部電影的拍攝都是聽天由命 在電影中所見到的戰壕或者小鎮的屋都是他們實境搭建出來的 導演說炒拍這部電影的挑戰是比一般的電影多五倍 他們看著模型和大距圖討論場景 一定要算好這場旅程的每一部 由A點走到B點需要多久時間 並在一片草地畫出一公里長的截號 每一個計算都不能出錯 一定要計出信號彈發射後的時間 並在模型測試陰影系點移動 因為他們要觸充滿層次的光線 這樣才展現出土地和牆壁正在移動的感覺 總結來說這部電影是值得去看的 除了跟蹤又刺激之外 也有感動的氣氛 無論是畫面或者配樂都做得非常好 我看完這部電影之後 我就想他們用了這麼大規模的實境搭建 當他們拍完之後會如何處理這個場地呢 有沒有不跟蹤 我們來拍照